閉嘴 北西大師去叫你閉嘴 院長再給你一次機會 院長您這個表示你是沒進入狀況的 院長你根本就沒把我的簡報放在看清楚 院長我請你謙虛一點 你雖然國勢如麻 這邊是民意翻騰啦 院長請你回答 我現在讓你謙虛的去面對這個議題 真的是你還敢用這個字來跟我講 你至少新的內閣 人家都說你軟然內閣你真的面對民意嗎 北西講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我每一半簡報都是垃圾 你都在回到這路案講的 如果你在這邊你最好 好我在講到為什麼這個公平會的屬性是難有作為 因為院長公平會是類法院 他是處罰糾正市場競爭秩序為主 根本不具產業發展的專業主管機關 第一個他是獨立機關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的 一個合議制的機關 第二個公平會呢 他現在呢是以防幣為主 難以替產業心力 而且他現在反鎖的報備制的行政管制 簡直就像柯正一樣 變成傳銷產業發展的最大絆腳石 最後這個最可笑的是公平會的 成員這些委員所具備的 專業完全跟直銷產業未來發展無關 院長在您上任之前 我們汰換了三個公平會的委員 兩個一個律師一個學者專家 一個是公平會的主秘身上來的 那個主秘也不是對傳銷業 傳銷業熟悉完全也不熟悉 好所以呢在多層次傳銷業者的主管機關 秘速由公平會轉為經濟部 院長我在拿您知道一個觀念 今天如果我的傳銷業 改為經濟部的時候 公平會有沒有角色 當然有角色 公平會只要對任何產業 不公平的競爭 這個壟斷的行為 他都要介入去處理的 去財閥的 所以今天經濟發展的這件事情 這個傳銷業經濟發展 當然就要由這個經濟部來處理 那當然在任何經濟部俠管的 任何的服務業 傳統產業電子業有任何的不公平競爭 有壟斷行為 公平會當然也就介入了 所以今天是公平會竟然還要去負責 一個產業的經濟發展 這不是非常可笑嗎 好再來另外一個議題 這個先到這邊好了 院長您先回應一下 我想委員曾經在多次的這個質詢當中 都有提到希望我們來檢討這個主管的單位 那我們經過我們內部的檢討以後 我們還是認為公平會可能是比較合適的一個單位 院長您這個表示你是沒進入狀況的 沒有我還沒有講完 但是呢我們覺得公平會呢可以再加強他的功能方面來加強 院長你根本就沒有把我的簡報放在看清楚 公平會是一個類司法組織 那你剛才講的韓國 請問韓國的機構是哪個機構 好院長你如果要講到韓國 我們是不是能夠百分百的 他是每一筆的資料 每一筆的資料政府監管 我們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而且他每一個對於每一家公司 他的保證金 他為了防幣 所以要求每一家公司 你都要提撥你的保證金 每一年都要提撥按照你的營業額 如果你隔年沒有事情發生 我就還給你 然後再針對新的這一年 我們做得到嗎 院長這個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這個產業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院長我請你謙虛一點 你雖然國事辱馬 這邊是民意翻騰啦 如果你在這邊你最好我這邊直接要求 您才是交給副院長 由他先做幕僚的單位 綜合這兩個部會 可以嗎 有討論過 但是是不是給公平會的主委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多層次傳銷法 從有公平教育法以來一直都是有 院長你如果講到韓國 我真的是非常的航行啦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產業能夠更 你閉嘴 但現在資訊叫你閉嘴 院長請你回答 今天你講到韓國 我可以百分百 像韓國一樣的監理嗎 如果你說可以 我就答應 百分百 我們真的做不到 他的能量是什麼 你有不清楚 我想 我現在讓你謙虛的去面對這個議題 我認為 我也了解 你剛上任 你們昨天的 和副院 和副秘書長來跟我溝通 我也跟他講了一大套 我跟他講說你真的把我每一份資訊好好的給我讀下去 每一份資訊本席都花了兩個小時到五個小時以上去準備的 我曉得啦 你曉得 移給經濟部的時候 公平會可不可以就 壟斷以及不公平的競爭來做處理 可以 但是他真的不適合做 這個經濟發展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樣的行程 那經濟部可以廢掉了 你們不適合做經濟發展 你們應該把 經濟部長直接就併到 公平會了 因為他們的能力很強 只有本國才會把 把一個經濟發展跟一個 監理不公平的 混在一塊 那你如果要講韓國跟幾個國家 那你就像他們那樣那麼的強自信 好 委員長 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願不願再給 這個東西你再重新的了解 研究 那由這個副院長 為什麼要副院長 因為兩個政委 一個是 跨兩個政委 跨兩個部會 總是要一個人主導嘛 還是院長你要親自主持 我也覺得很好啊 委員你不用生氣啦 我剛才講過的就是說 我們 在 以前的質詢完了以後 那我們內部有 開過會議 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談跟院長 那開過會議的時候呢 我們的結論 還是有公平回來做 來加強他的功能 如果委員你現在認為 沒有這樣的 一個可能性的話 那當然我們還會再進入一個 盤點的 階段嘛 好 院長 你講這句話就對了 你至少新的內閣 人家都說你暖男內閣 你真的面對民意嗎 除非本席講的 這將近五年的時間 我每一份 簡報都是垃圾 我每一份 簡報所點出的 產業的特性 跟產業的現況 你都認為 都是亂講的 你單純的聽公平會的話 公平會沒有一個是專業的人 他們像什麼你知道嗎 公平會現在就是學術研討會 專門辦學術研討會 完全沒有作為 沒有事情做 他冷門到你都可以忽視他了 那公平會的功能也 好院長 那你這邊是不是主責 就讓副院長來召開這樣的協調 先做幕僚單位 重新了解 可以嗎 代表你的新的內閣 新的作為 新的氣象 可以嗎 當然是要檢討嘛 剛才跟你講 我們會盤 你的主責 你要交給誰 那這一個是因為 就像你講的 有兩位政委在負責嘛 那我們就 請這個副院長 謝謝 院長那我們就繼續下一個議題